每分钟13万转的暴力风扇 每分钟13万转每秒钟52米 无刷涡轮扇 这个不是三五产品啊 人家是有正经的品牌公司和服务热线 这啥都有 打开看一下 产品说明书 这是个合格证 合格证 主机 然后充电线 网上呢你可以看一下很多这模样的 那它都是3D打印的 仿它的 看人家有品牌嘛 并且这个不是3D打印的啊 这是量产的产品 它你看这个这一条 这是包胶 然后这边也是这一条 它不是锁料 你看上面有层包胶 这样握着手感就更好一些 这边是它的一些参数 7.4V 3000毫升 它是两节21700 就是这个部分 看一下它的大小 看手机 比手机还要短一些 它主要这部分厂里边 你看电池占这个部分比较多 还有充电小板 还有电控部分 冲击到不到啊 就这么点 在前面 前面这个封嘴呢 是磁吸的设计 这样直接可以拿掉 直接可以吸上去 这边是开关 这边是档位调节 弹按这个按键 它就开机了 现在是三档 再按一下 二档 一档 再按一下三档 下面是电量显示和充电接口 前面是开关 一二档 你按一下 它就可以持续的工作啊 比如说一档 按一下 再按一下 它就关了 然后二档也一样 三档的话是点动式的 因为它三档那个风力很暴力 看一下三档我按住 是不是 风力很暴力 吹力能达到190多克 另外我用它来降温 也是不错的选择 围板上这个电源线既要焊透 还不能焊坏 这个降微就比较重要 以前我用家用的电春风 那个呢 肯定没有这个好用嘛 焊这个XT90线的时候 我习惯性的把里边挂满锡 这样的话 风扇散热是很有必要的 不然它温度太高了 用二档就足够了 也可以清理一下表面的积雪 它还能干什么用呢 这个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 比如说电脑的机箱 清灰吹灰 键盘吹灰 然后野外生活 这个都可以 这个续航啊 这个四个小时是低档 就是一档四个小时 一档呢是三万转 二档是八万转 八万转的话 大概是20到30分钟的续航 三档就是最高档 13万转 续航大概是10到15分钟 有了朋友一看价格说 哇这么贵 你可以网上查一下 量产的13万转的价格 这个可不算贵啊 其他便宜的它达不到13万转 一般都是10万转左右 具体续航之间改天我充满电 专门测一下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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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